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了解的并不多 但是一千多年前 这个民族那也是呼风唤雨的一方霸主 那强大到什么程度呢 给您举个例子 唐朝是历史上公认的盛世王朝吧 唐太东李世民 那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作为的皇帝吧 可李世民偏偏就被这个突厥一度搞得很狼狈 甚至12年他都没有睡过好觉 怎么回事呢 那是李世民刚刚即位的时候 突厥首领竭力可汗 率兵二十万 一路呢是势如破竹 打到距离长安城的仅仅只有四十里的威水桥边 没办法 唐太东呢只好低头呢 和他们签下了威水之盟 表示臣服 之后呢 李世民呢 卧心长胆 贞观三年 他决定呢出兵突厥 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彻底消除自己心中隐忍了12年的阴影 在传奇将领李靖的带领下呢 唐军大败突厥军 活捉竭力可汗 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之后呢又经历了几代皇帝的共同努力 到公元657年 唐朝终于彻底打败了突厥 那也正是这次灭国之后 突厥呢 变得是越来越神秘了 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后人去了哪里 那至于他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民族 史料当中那也是少有记载 不过呢 几年前 在我国新疆伊犁哈瑟克自治区 发生的一件怪事 终于揭开了突厥的一些神秘灭杀 画面中您看到的地方是一个叫做昭苏的县城 在县城以东五公里的地方呢 有一片名叫红纳海的草原 这片草原的非常辽阔 草呢 也长得很丰美 因此呢 当地一人呢 一般的都会选择在这片草原上放牧 长久以来呢 这里的牧民在草原上都过着安宁祥和的生活 可是呢 突然有一天 这里的平静的被一件突如其来的怪事给打破 那天 一位牧民的像往常一样在红纳海草原放羊 等太阳下山的把羊赶 回家之后一数 哎 发现少了两头羊 这一下可把牧民们给挤坏了 您要知道啊 这牧民们在草原上生活靠的那可都是这些羊来养家糊口的 于是呢 牧民赶紧就跑回草原的去找丢失的两头羊 可是呢 在草原上走了好几公里之后 牧民都没有看到有羊的身影 那如果再继续往前走 那可就超出了他平时放牧的范围了 并且呢 这时候的天呢 也渐渐暗了下来 这对牧民来说呢 无疑是加大了寻找的难度 牧民呢 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决定继续往前走 可是呢 还没走多久呢 牧民就看到了前面有黑漆漆的影子 这时候呢 牧民心里边别提有多高兴了 他想说那会不会是自己的羊呢 于是立马就跑了过去 可是呢 令他失望的是 那个黑影居然是一块巨大的石头 当时呢 牧民呢 也没太在意 一心就想着找羊 便继续往前走 可是呢 那渐渐的他却发现 没走几步 就有一两块巨大的石头矗立着 渐渐的 这个牧民呢 开始有点害怕 因为在他周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高高的石头 在草原上生活了这么多年了 之前那可是听都没听说过 草原上还有这么多巨大的石头呢 这是他头一次见的 那这么多巨大的石头 就这样无规则的散落在草原上 牧民看见周围的情况 便不敢再往前走 立马就掉头 一路就跑回了家中 那回到家之后呢 牧民就赶紧把在草原上的惊人遭遇就告诉了家人 可是大家听完之后都觉得不相信呢 说草原上好好的 那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巨石呢 因此 家人一致认为一定是天色太黑 牧民呢 看错了 可是呢 牧民他相信自己的眼睛 觉得不可能有错 第二天一早 他就拉着其他几个牧民准备去一探究竟 几位牧民呢 在草原上走了很久 一直都没有看到哪里有石头 那就在大家纷纷觉得一定是看错了的时候 远处的巨石渐渐变得清晰了 牧民们夹回了脚步 走到了这些石头房 当他们在附近仔细一看 一个个的全都惊呆了 他们这是怎么了呢 虽然说草原上出现巨石是很奇怪 可是就算你现在看见了 那也不至于这么惊讶 对不对 难道说他们还看到了什么别的东西吗 您还真猜对了 这些牧民们所惊讶的 不是面前出现的这些巨石 而是这每一座巨石 居然都是一个个人像 我得怪怪 居然是石人像 那现在您是不是特别好奇 特别想知道 这些石人像都长啥样呢 别急 红宇呢 这就带您去草原上看 您现在看到的这些 就是出现在草原上的石人像 这些石人像呢 差不多那都是一两米高 脸部的线条都非常清楚 一眼呢 您就能够辨认出 它的鼻子眼睛等五官 并且呢 你一个个这个石人像看过去呢 您还会发现 这些石人像的造型呢 还不大一样 有的是头上戴了帽子 有的披着长长的辫子 还有的呢 双手抱在了胸前 甚至还有一个右手端着酒杯举了起来 那这些石人像整体看上去 其实呢还挺有意思的 但是突然出现在草原上 这让牧民们多多少少都感觉有点懵 他们绕着这些石人像走了一圈又一圈 认真的把这些石人像看了一遍又一遍 突然他们发现了 这些石像都有非常奇怪的一个特点 什么呢 原来啊 牧民们发现这些石人像虽然形态各异 可是呢 却有一个共同之处 就是这些石人像的脸一律都面向东方 但至于这些石人像是怎么出现的 他们到底又在瞭望着一些什么 没有一个人知道 很快草原上出现神秘石人像的事情呢 传遍了整片草原 很多牧民听说了这件怪事之后 便纷纷到洪那海草原上去寻找 并观赏这些石人像 没过几天呢 就有牧民听说 不光是在洪那海草原 就连阿尔泰山 伊犁河谷 戈壁荒滩上 也出现了类似的石人像 大大小小的总共有好几百多 而洪那海这里的呢 最为集中 您要知道 在整个新疆地区 之前可从没听说过有什么石人像 现在一下子在这么多地方 出现这么多的石人像 牧民们开始觉得有点心慌慌了 他们想要知道 这些石人像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洪那海草原上经现神秘石人像 他们是谁 又究竟来自哪里 石人像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经典传奇正在为您揭晓 上年我们说到 在新疆的好几个地方都突然出现了很多神秘的石人像 而洪那海草原这里的呢 又最为集中 生活在这附近的牧民们开始感觉到有一次次害怕了 因为没有人知道这些石人像 它是怎么出现的 又为什么会出现 正当牧民们七嘴八舌的议论子的时候 其中一个牧民突然说到 说这会不会跟外星人有关呢 毕竟新疆这地方已经不止一次的被外星人光顾过了 早在2005年9月8日 一架民航飞机在行驶的过程中 机长就曾经在天空中看到一个不明发光飞行体 这个飞行体呢不仅发着亮光 后面冒出的烟还是翻卷式 还有一次有网友呢 在新疆轮台线上空也目击了类似的场景 当时呢 在天空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像水母一样的不明物体 右上角呢 还有两个亮点 大家认为这些呢 都是因为UFO光临新疆了 你看吧 新疆这儿那还真是神秘啊 就连外星人都频频光顾 难怪有这牧民们会认为 说这些石头 它是外星人留下来的东西呢 可您说这外星人来就来呗 他们留下这些石人像干啥呢 对于这样的疑问呢 游牧民就笑了 说他说啊 说这这您就不知道了吧 啊 您看啊 咱们旅游的时候不都喜欢赵哥向寄张明信片吗 表示自己到此一游啊 没准啊 说这个外星人也有这个爱好呢 啊 到了新疆这些地方游玩 那就刻个石人留下来 也表示自己到了这里啊 什么啊 刻个石人留作纪念 哎呦 这个牧民的猜测有一些过于天马行空了吗 怎么感觉听起来那么不靠谱呢 于是啊 有人提议说咱们还是请个专家来看看吧 看看这些石头 它到底是什么吧 没想到专家看完之后所说的一番话 让牧民们是大跌眼镜了 专家告诉牧民们什么外星人刻的呀 那都是没影的事 这些石头啊 其实呢 那就是一种特殊的花岗岩专门是用来雕刻的材料 所以说呀 说这些石人像那肯定是石打石的地球生产的 这家好了 牧民们更慌了 说这些石人他既不是外星人留下的 草原上又没有人雕刻过 那这些石人像到底是谁呢 其中的有个牧民突然就想到了一件怪事 他觉得啊 没准这两者之间呢 他能有什么观点 他说他曾经在网络上 看到过一个岛 名字呢就叫做石像王国 这座岛呢面积不大 人口呢也非常的少 到处呢都是荒地 可偏偏就在这么一个小地方呢 却发现了几百吨巨大的石人像 当地人呢把他们叫做墨碍 那这些墨碍的平均高度呢 是四米 重量基本呢都是在十几吨以上 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长脸长耳还镶线着珊瑚和深色石头 做成的巨大眼睛 经过专家的研究和检测之后发现 说岛上的这些石人像呢 其实是波利尼西亚人的后代 那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荒凉的海岛上 建造这些神秘而又巨大的石人像 却无同知晓 牧民呢只是觉得这看起来跟红大海的石人像 似乎有点相似 但又不完全一样 那就在牧民们对这些神秘的石人像 越来越好奇的时候 一位考古专家对这些石头的初步见地 也终于有了结果 专家呢告诉牧民们说 说这些石头啊 根本就不是突然出现 他们已经有了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一千多年 很显然 专家的这个说法呢 让牧民们感到十分惊讶 没想到专家接下来的话呢 让牧民们觉得呢更加意想不到 什么呢 考古专家呢指着其中一个石人像说 他就是突厥人 什么什么 突厥人 怎么好端端的专家会说 这些石人像是突厥人呢 原来啊专家在查找这个资料的时候啊 一个名词呢吸引了他的注意 什么呢 杀人士 可能呢很多观众朋友 对这个杀人士呢比较陌生 那洪宇呢来给您解释一下啊 关于这个杀人士的记载呢 他是出现在北史突厥传当 书中他是这样写的 说每当突厥骑兵 他每杀死一个敌人 骑兵死后呢 就在这个目前的立一尊十人 如果有骑兵杀人成百上千的 死后目前便有成百上千的时候 这样一来呢 突厥战士的目前所呈现的 便是他一生都值得夸耀的攻击 听到了没 这个杀人士就跟古代那些战士杀人之后 用人头来标榜自己的攻击一样 他就是战士们的军功榜 那听完杀人士的解释之后呢 牧民们觉得有几分道理啊 那就在大家准备认定这些十人像 就是所谓的杀人士 是突厥人的标榜自己功绩所建的时候呢 却有专家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在他看来啊 说十人像 那既然是突厥武士的荣耀榜 那这种十人像 一要外表统一 二要站位规矩 讲的他就是一个气势 可是红大海草原上的这些十人像呢 他写然不是这样 可如果这些十人像不是所谓的杀人士 那又是什么呢 专家呢指着其中一尊十人像说 说你们看啊 这十人像的一手握剑 就好像随时要准备拔剑而起 投入战斗当中 再看另一只手 手中握着一个类似碑撞物的东西 那有历史记载 说这个很有可能就是用敌人的头颅所制成的酒杯 那这样的一个十人像形象 那怎么看都更像是突厥武士 自身的雕像 因此专家推断说这些遗留在红大海草原上的十人像 就是突厥武士自身的雕像 你还别说 这个推论呢 还真是有几分道理 突厥人在草原扩张的过程中 与原本生活在这里的其他部族 不停的发生着战争和融合 在冷兵器时代呢 弯刀裂马那就是生存的保障 这也形成了突厥人好战上武的系统 而这些十人像一个个造型独特 表情灵密 跟突厥武士好战上武的特点比较起来了 那真的是有几个相像 可您说这相像归相像啊 这专家呢 还是拿不出任何的证据来说明这一点 更别说要推测出这些十人像 他到底是谁 于是啊 专家对于这些十人像的考察呢 再次就陷入了僵局 那就当大家手足无措的时候 一个牧民突然有了一个新的发现 而这个发现呢 让专家找到了新的线索 一位牧民呢 在洪南海草原的一尊十人像上 发现了一些模糊不清的符号 看上去呢 很像是文字符号 难道说这是十人像主人所留下来的 目的就是为了让后人可以辨识 这个十人像的主人是谁 以及他的建造时间吗 为了弄清楚这些符号究竟是什么意思 专家们就翻阅了大量的数据资料 终于他们找到了 关于这些符号的相关说法 原来啊 十人像上的这些符号呢 它是曾经流行于丝绸之路上的 数特文字 那可能很多人呢 对这个数特文呢 还不太熟悉 洪雨能给您呢 简单的介绍一下 那这个数特文呢 他是生活在中古时期的中亚民族 数特人所发明的文字 在中原王朝通往地中海的漫长商道上呢 数特人自古呢 就以善于经商而闻名世界 因此呢 突厥人就借用数特文字 拼写了自己的语言 那既然十人像上的那些模糊不清的数特文 就是突厥人所用的语言 那只要能把十人像上的符号翻译出来 那是不是就能揭开十人像的秘密了呢 于是啊 专家呢 对这些文字符号进行了翻译 没想到翻译过来之后 还真的找到了非常重要的线索 您看这十人像身上文字符号的第六行 翻译成汉语的意思就是 木杆克汗之孙 以及像神一样的尼里克汗 而文字符号的第三行到第四行则提出 持有亡国二十一年 根据历史资料的记载 这个木杆克汗以及他的孙子尼里克汗 那都是突厥韩国时期的君主啊 那这么看来 这尊在小红纳海草原上的十人像 确实属于突厥人 而且呢与尼里克汗一定是大有关系 那这些符号文字中提到的木杆克汗 和这尼里克汗 他又是怎样的突厥韩王呢 突厥克汗的这个十人像 那又为什么会立在伊犁河谷的红大海草原上呢 根据史料记载啊 木杆克汗执政时期 正是中原的南北朝时期 那当时的突厥韩国呢 分裂成东西两部 但是呢在木杆克汗的执政下 他将西突厥的势力范围呢 一再扩大 木杆克汗凭借卓越的功勋 成为西突厥的第一代理性 而西突厥的第三任克汗 便是小红纳海 十人像上文字 所提到的这个尼里克汗 那到了尼里克汗统治时期 这个西突厥呢 已经拥有很大的一块领地 但如果这个突厥国要和中原地区进行往来的话 伊犁草原那是必经之地 也就是说呀 尼里克汗当年很有可能选择 与中原王朝沟通最方便的 来往最便捷的昭苏 作为主要居住地 那专家就推测了 说这尊石人像的所在地 很有可能是尼里克汗的陵墓 专家的这个猜测一出来呢 可以说是震惊了整个考古节 要知道如果这个猜测成立的话 那这里可能是中国国内发现的 唯一一处西突厥寒王的陵墓 石人像的谜底会不会就此揭开了呢 石人像所在的位置 究竟是不是西突厥寒王的陵墓 神秘墓穴的发现 又能否为我们揭开石人像以后的秘密呢 经典传奇正在为您揭秘 上一节我们说到经过专家的反复研究考察 专家的立马对此呢 展开了更加详细的研究和考察 但是研究的结果呢 却让专家们感到很失望 根据史料的记载 公元603年 在一次于铁勒布的冲突中 尼里克汗兵败而死 也就是说呀 尼里克汗于公元587年到603年在位 算起来在位的时间总共是16年 这和石人像上的那些符号文字所记载的 持有王国21年的时间是有出路的 这一项呢 关于石人像的线索呢 再次断了 隔了好长一段时间呢 这个专家们都没有找到任何有关石人像新的线索 那直到几个月之后 有人在昭苏肯区修路挖掘时呢 在深入地下3.5米的地方 竟然挖出了一个金光灿烂的千年墓穴 这个神秘墓穴的出现 立马引起了考古专家的兴趣 那他们能在这个墓穴当中 找到和石人像相关的线索吗 哎 专家还真的有新的发现 他们首先呢 在古墓当中找到了一幅镶嵌 有红宝石的黄金面具 那这幅黄金面具呢 是由一整张纯金制成的 大小呢 和真人的脸孔相当 五官的位置和比例呢 都非常准确 而最吸引人注意的是 面具的眼珠啊 它是由两颗圆形大红宝石镶嵌而成 满脸的落彩胡子呢 则是由37颗新型红宝石整齐排列组成 面具呢 从中线呢 分为左右两半 在制作工艺方面的技术 尤为精致细腻 几乎采用了古代金银器制作中的 一切工艺手段 看得出来啊 这个黄金面具的制作呢 是相当讲究的 并且按照西亚地区相近的考古呢 您会发现 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死后呢 脸上他也放着一个黄金面具 上面呢 嵌有宝石和彩色玻璃 那专家就推测了 说这个黄金面具 他应该是盖在死者脸上的 并且打造的如此奢华 那说明他的主人应该是一个非常有身份的人 那除了黄金面具 考古专家呢 还在古墓中的发现了一个镶嵌着红马脑的金杯 虽然金杯的气身呢 因为受到挤压而有一点变形了 但您呢 依然能够看出来 这金杯的品质啊 非常的不一般 尤其特别的是金杯的把手是一只腰身细长的老虎造型 可能呢 很多观众朋友不知道啊 在希腊神话中啊 酒神迪奥尼索斯的作技 那就是虎或者是豹 因此呢 在希腊和罗马有关酒神的艺术作品中呢 虎豹呢 那就成了不可缺少的角色 并且的虎豹呢 还常常被塑造成趴在酒台旁边戳饮的样子 这又不禁的让专家想到 说古墓里的这个金杯啊 说很有可能是西突厥人的遗物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原来啊 在西突厥兴起后呢 丝绸之路为这个西突厥呢 开启了一个新的通道 西突厥与中原的来往 他更为密切了 也开始使用和亲外交政策 从贵族到普通百姓 都和其他的民族通婚 增加了民族间的融合 并且呢 除了战争和游牧呢 突厥人还用这突厥马 换取中原丝绸等奢侈品 可以说突厥人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就高度重视贸易 他们的贸易伙伴呢 东南与中原 西呢 与波斯乃至东罗马 那可都是有密切往来的 再加上西突厥呢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 与继承罗马文化的拜占庭帝国之间呢 有着密切的使节往来 那拜占庭的银器 就有可能作为外交礼物 或者是战利品呢 被带回西突厥航空 那突厥工匠呢 也很聪明 他们那时候就开始仿制 拜占庭银器的部件 进而应用到本民族的器物中 可以说呢 当时呢 西突厥的手工业 那是很强大的 什么金银 马脑器具 珠宝头饰 玻璃工艺等 那都是不带花家的 因此专家认为呢 这个金杯 它应该就是出自西突厥 那除此之外呢 这个专家呢 还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您看啊 这个器物上还镶下了红宝石 要知道红宝石 那可是典型的草原民族工艺 并且呢 这一工艺呢 曾流行于欧亚大陆 北部游牧民族的活动地区 除此之外呢 神秘墓穴当中啊 还出赌了黄金宝剑 黄金铠甲 黄金耳环 黄金杯等 那么在这些金银器上 几乎都镶嵌了红宝石 看样子 当时生活在草原的这些游牧民族啊 他们的生活呢 并不是粗陋的 他们的性格呢 也不只是上午好战 他们还能够制造出这么多 精光溢溢 精美灿烂的工艺品 说明了草原文明 曾经也很奢华 那专家呢 根据出赌的这么多 精美的文物就此推断 这些以金器为主的风格 正好反映出突厥人 这个崇尚黄金的传统 他们认为 这个神秘墓穴 应该就是西突厥 可汗 或者是贵族的墓董 可是这样的开策一出啊 立马就遭到了一些学者的 他们认为 这个神秘的墓穴呢 也很可能是伊犁草原上 更早的游牧民族的墓地 赛人 乌孙人 匈奴人 突厥人 等众多民族 他们都先后活跃到 公元三到七世纪的伊犁草原上 光凭那些出土的文物 并不能准确推断出 这个目的 他到底属于哪个民族的 那就更别说 能找到跟红大海草原上 诗人像的相关线索 这就好了 所有能找到的线索 虽然都指向了突厥人 可又确实不能够下定论说 他就是突厥人 并且呢 就在这个时候 在不同的地方 居然再次发现了许多新的诗人像 这一次呢 不仅仅是在新疆 东西蒙古高原 南至西伯利亚 西至黑海沿岸草原 整个亚欧大陆草原地带呢 都有诗人像的身影 但是呢 各个地区发现的诗人造型啊 却不尽相同 有男有女 雕刻手法 有平雕 有圆雕 有的那雕刻全身 有的是半身像 有的仅仅是头部像 但这些诗人像 和在新疆所发现的诗人像呢 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 那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 他们都面向日出的东方 但经过专家的仔细研究之后 还是不能准确的告诉我们 这些诗人像 为什么会出现在草原上 又是为何而建立的 但突厥说 这个推论 还是占据了主导地位 其实呢 纵观突厥韩国的整个历史呢 您会发现 这样一个骑马民族 以天下为家 他们马边所到达的地方 那就是最现实的甲园 因此 他们会在一夜间 拥有无限辽阔的疆土 也会在疏忽间失去一切 包括这个民族本身 但即使经历了上千年的选择 诗人像还依旧存在 他们统一面向东方 看起来就像是对整个民族的 守护和纪念 同时呢 也见证着草原文明的延续和发展